17岁,我们一见钟情 那天她穿着黄色的外套 阳光下显得她特别的美 20岁,分手两年的我们又一次相遇 我们又重新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就在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却检查出她不能生孩子 老儿啊,这都整段下来了 这孩子你的对象也不能生孩子 妈可不同意你这回事 生不生孩子跟结婚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想好了 即使我父母不同意 我还是坚持娶她 我相信即使没有孩子 我们也会非常幸福 结婚之后她脾气非常好 她总是能提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我渴了,她会提前给我准备 我饿了,她会提前给我做饭 可是这幸福太短暂了 在2015年8月1号检查出她患上了脊柱性脊柱炎 也就是俗称的白血病 每天看见她在病床上这么痛苦 我的心真是如刀脚蜜 我想尽一切办法想给她治这个病 想给她治好 但是治疗了不到两个月 她还是走了 当时在病库上唯一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就是 没希望了,老公 我求求你了 想想办法 让我快点走 我太扫罪了 她走后的半年 我决定要从过去中走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 因为这是她去世前最大的牵挂 也是我年迈的父母最大的希望 这孩子重感情啊 这不是为了救媳妇可拿借钱 都治不好了 那都心里就是都放弃治疗了 她也不死心 还可拿借钱 家里之前的东西 这不是就是车卖了 有些孩子这段时间刚刚弄好一点 就是让她找个对象嘛 好好过日子 找个勤劳能害的 自己会过日子的 心体健康一点的 我对找对象 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善解人意就好 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理解我和允许我 能为我前妻做一些事情 我不会表面上让你看出来 我还会想起她 但是内心肯定会放不下她 希望以后我找到她 你能理解我 你也放心 我也会用对待我前妻的方式 去对待你 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之前的这个回忆里了 是吧 对 她从开始知道得这个病一直到最后走是大概多少时间 五十六天 五十六天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吗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缘分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尽你的力量做了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 因为毕竟当时妈妈就不同意你跟她结婚是不是 对 因为她结婚之前就查出来怀了孕 完了之后我父母非常不同意我来结婚 然后我说之后 我说现在科学都发达了 我说没有什么治不了的病 我说结了婚之后再治 然后我父母说那你自己是你自己想好 从她结婚之后我俩就是始终就是常常在奔波各个地方的医院去给她看病 去给她做手术 奔打算去年年你说做试管婴儿吧 真没等到等到做试管婴儿 八月一号查出来她又患有白血病 没有啥后悔的满息吧 挺满息的 感觉呢 作为一个男人 名字和女人都保护不了 太配不上当作为一个男人 看到你们的故事让王哥想起了一段话呀 她来了 缘起 分手了 缘散 重聚了 缘聚 她走了 缘灭 今天你来了 缘起 又一个故事开始了 一号宅宅 因为我是做这个销售的 做保险的 每天会见到很多的悲欢离合 有的人是治不起病 但我觉得小伙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很爱你的前妻 你可以为了她去借很多钱去为她治病 我觉得一个女人这辈子能遇到这么为她的一个男人值了 3号 书莹 小伙 你好 我挺欣赏你的 就是你在我心中就是特别重感情那种 就是那种男人 然后我也是特别重感情的 但是我就是我担心我和你牵手之后 就是你能不能忘了你的前妻 就是我能不能 就是我在你心里 就能不能我代替你的前妻 在我的心里 我既然我能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出来 我就已经放弃了 在我前妻刚走的时候 我连她的一个名字 连她的一个字我都不敢提起 现在我就当着所有观众人的面 或是我朋友身边的人的面 我可以提出这件事情 我已经就是觉醒已经忘记了 就是这个事情 我想是没有必要 你去跟一个死人去争生 小伙子 在短片里的最后一句话说 一定在找女朋友的话 不能阻止你为前妻做一些事情是吗 什么事情 今天能在这儿跟我们说说 作为一个男人 在我媳妇生前我答应过她 我说你放心地走 我替你尽孝 这件事情 无论是以后我找任何人好 我希望她能接受 因为并没有我有过那么一段 现在就是来到当台之前 前几天我还回过她家 她妈现在跟我叫儿子 她爸跟我叫儿子 我是她家的大儿子 好 好样的 周涵 好 现在看到是场上三号 刘淑莹的灯亮着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同意 掌声有请三号刘淑莹有请 有心爱 努力 爱 期待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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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爱 努力 爱 努力 爱 努力 爱 有心爱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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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爱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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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莹喜欢小伙子是什么 重感情 然后就是在现实中有很多就是两口子夫妻 比如说一方有难了 就是比如说生病了 就不是说那种生了必须得离开那种 就是比如说生病她会在床了 当时就离开你了 抛弃你了 然后她就是她前期就是已经 就是她俩的那个悲惨遭遇 就已经到耐的地步了 她始终都不离不弃 我就想找个对我不离不弃的 问一个你不想问的问题吧 你最想问我的是什么 我想问你 好 反问 因为我妈妈就是生我的时候 已经是挺大年龙了 然后现在就是53次了 然后我妈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我妈没有我 她就活不了那种的 所以说我也是我的生命中 或者是我的生活中 缺少了我妈妈 我也是活不了那种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真的 要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也要考虑到我妈妈 能笑你老人的人 永远错不了 能笑你老人的人 永远错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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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